这个世间还有求不得苦 由于我们有欲望 对外部世界有种种的追求 然而无论我们如何刻苦 如何奋斗 我们终有在某个岗位上 不能再获得欲望满足的时候 于是就感觉苦啊 人的欲望永无止境 当你赚到了十万的时候 看到别人有一百万 就想追求一百万 自己有一百万的时候 人家还有一个亿 当你有一个亿的时候 人家还有三百个亿 当你有三百个亿的时候 觉得自己还没有到排行榜上的前十名呢 原来都没有房子住 比较困难 现在有一个三居室 那人家还有四居室呢 等到自己住到四居室 他还便还有别墅呢 心里很不平衡 要攀比 所以他就要奋斗 因为这些别墅 名牌汽车是他身份价值的体现 自己当了处长的时候 还想当部长 当了部长还想当总统 当了总统还有个联合国秘书长的位置 如果到了那个位置 还有转轮圣王 还有天上的神仙更自在呢 这一切都是欲和难填 我们解决求不得苦最好的方法就是知足 一个知足者虽然住在茅棚都像住在天堂 一个不知足的人住在天堂都像住在茅棚 怎么样才能知足 少欲 少欲才能知足 知足才能长了 这是古圣仙贤告诉我们的一个幸福药方 我们不可能在外部世界寻找到幸福的满足 认为官位越高 财富越多 著作越出名 就是自我价值的体现 实际上这些外部东西的追求 并没有在根本上解决人生价值问题 当把外部的东西作为自我价值的体现的时候 人就永远处在了不安宁的状态 所以人要向内心寻找满足 寻找自我价值的肯定 自工业化以来 社会有一个很麻烦的现象 市场经济引发人的贪欲之心 企业的运作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在这个时代 评价人的价值都是功利主义的 看你赚没赚到钱 笑评不笑娼 古代的道德标准 审美标准在这个时代黯然失色 更何况宗教的价值 我们每天都在这种求不得苦中备受煎熬 学佛的人一定要透过这一关 不需要求啊 不需要求并不是说 我们不要去积极努力的工作 不是这个意思 在我们心里 一定要有把这个世间看成梦幻泡影的智慧 要有一种出世胸怀 所谓已出世的精神从事入世的事业 只要尽到了自己的一份努力 结果怎么样 不要过于执着 宠如不惊 但问耕耘 不问收获 因为你命中有没有这个东西 跟你素食有没有修的是有关系的 命中没有的 你随求不能的 如果你命中有的 确实也不可免 人有一种命在里面呢 当然这个命是可以转化的 所以叫命运 一个人现在的主观能动性和行为的种种选择 能够对原来的命产生一定的影响 如果改变的力量不是很大的话 命运的轨迹还是循着原来的轨迹走 现在修缮的业力很大 或者造个的力量很大 命的轨迹就偏移了 现代的分子生物学 遗传基因学也在反映命这个问题 奥地利物理学家确定了1944年 出版了一本名为《生命是什么》的小册子 他在书中明确地提出 DNA可能是生命信息编码的载体 这一思想极大的影响和鼓舞了当时的年轻科学家 1953年 沃森和克里克共同提出了DNA分子的双螺旋结构 标志着生物科学的发展进入了分子生物学阶段 在DNA的双螺旋分子结构当中 保存了人一生的信息编码 未来一生的行为 就是对这个遗传密码一码的过程 所以生命是有定数的 薛定格在写生命是什么的时候 也谈到生命不是一张白纸 他是带着一个蓝本来到这个世间的 然而离开这个世间时 这一世的业力又在遗传密码中加进了新的信息 我们带着一个新的蓝本又去到下一世 我们寿命的长短健康与否 福报多大 官位多大都是原来的遗传密码在起作用 所以我们要了解 生命现象就是众生虚幻的业力产生的梦幻之乡 我们要把它看空 不管是好是坏 反正都是虚幻的 都是在做梦 我们只不过是在尽量做一个好梦而已 好梦也是梦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心里中对这种求不得苦加以化解 现在很多人过于执着 天天去比较 生活的太痛苦了 原来没有电视看 现在有了一台14寸的彩电 看人家有24寸的彩电 心里就不平衡了 一天到晚去比较 如果我们要比较 就一定要全方位的比较 当我们骑着毛驴的时候 看别人骑着马 不然是很不平衡 为什么他骑高头大马 但是你也要回头看一看 后面还有推车的人啊 推车的人满头大汗 很辛苦 不行着还要推那些重物 推车人看到前面骑着毛驴的 心里也很不平衡啊 但他也可以回头看一看 还有一个残疾拐腿的人在后面拄着拐杖呢 这时候他应该想一想 我还能够六根晚辈啊 心里就平衡了 我们对幸福往往是失去的时候才感觉到 没有珍惜 身体比较好的时候 我们不会珍惜 觉得很正常 一旦有一天病倒了 才会感觉身体健康就是幸福啊 我上个月忽然腰闪了 弯都弯不下来 才感觉到腰能弯下来去身是一种幸福啊 当我们都不能起身 动一下就疼得刺牙咧嘴的时候 才会觉得实在是太痛苦了 所以我们每天都要感恩 感恩福菩萨对我们的加持 让我们还能够活得没有很大的痛苦 如果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就彻底离开了求不得苦 我们这个世间的一切自生用具 一切东西都必须要辛勤劳作才能的来 是必须造作才出来的 然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涅槃的大解脱 大自在的境界 一切自生用具的获得不需要我们去劳作 念头一动就在面前了 想吃饭 念头一动 想吃什么就有什么 想穿衣服 念头一动 衣服自然就披在身上 而且衣服都是七宝做成的 那个七宝可以像沙一样的柔软 想住房子 念头一动 七宝供电自然现前 想到他方世界去旅行 莲华就像飞碟一样 带上我们到他方世界去旅行 所以就没有求不得苦啊 那个世界黄金为地 到处都是七宝黄金 也不需要货币 我们在这个世间有一点钱就赶紧要藏好 甚至钱拿得多一点 带了几十万几百万在身上 就会有生命危险 可能就被人盯住了 钱自是金字旁边两把个钱啊 钱真的是令人痛苦 因此要离开货币交换 西方极乐世界没有私有制 所有房子 街道也没有门牌号码 没有所谓的产权 继承这些东西 我们想去供养诸佛各种花 香 壮翻宝盖 如果我们福报不够 没有这些东西 不能在无上的福田种福 内心就会懊恼 更弥陀佛会慈悲加持 我们只要念头一动 手中自然出现种种 供养诸佛的上妙工具 离开了求不得苦 variance 粉 holds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